哇!我們這個Tower City太慢了吧! 什麼時候才能走啊? 不過這個經驗值應該能給我們加的特別的多啊 來來來,看一下小飛翔的秋吉城堡 啊哈!各位親小伴,歡迎收看小飛翔每天的Rabox遊戲實況 那麼今天一上來呢,我們居然身處在這個叢林當中 那麼我們身邊呢,居然還跟了一個原神啊 我們今天玩的一個就是文明模擬器 那麼我們就是需要從這個最原始的部落建造我們的村莊 然後一步步發展到現在啊 那麼首先呢,我們可以看到地上有這個石頭 我們數百點擊下呢,就可以派出我們的小士兵去挖這個石頭 我們現在呢,可以然後,最多現在是控制三個士兵 你看,然後呢,這個三個士兵可以給我們相當於收集材料啊 這個挖礦,然後點擊這個地上有房子看到沒有 誒,地上有房子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建造這個房子 然後我們最多三個士兵同時工作啊 這邊也可以建造兩個房子 啊,兩個房子 然後我們這邊再來一個士兵啊,不夠了 我的士兵很忙,看到沒有 只有三個人啊 那麼,如果需要擴充的話,我們好像需要充RB啊 那麼我們再造一個房子 嗯,造房子的話是需要我們這個原料 原料怎麼來的 就是這個採礦來的啊 我們現在比如說是啊 28個這個東西是吧 然後我們每當採,可以再採一個礦 在這裡,石頭點一下 然後我們又有一個士兵派出去啊 那麼各位小白,如果喜歡小朋友的士兵 不要忘了點按關注 那麼每天更新的第一時間呢,就都可以看到了 剛剛採完一個石頭呢,又收集到了石格的能量 好,我們再來 哦,這邊有村莊聯繫起來,看到沒有 這邊再點一下,我們這個 好,這邊又開始造了 那麼我們現在的話 這邊應該是 隨著我們造的越來越多 我們就會這個村莊就會淨化 再來一個 OK 然後現在兩個士兵在幹著是吧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礦給採了 然後玩到後面的話 我們當然還可以提升一下我們這個士兵啊 在這個大堂裡面 可以提升一下我們的士兵 然後我們等一下 我們把這邊的能量給採了之後 我們就提升一下我們的士兵 再造一個村莊 再採一下我們的能量 這個再採一下 好,對 然後我們按下這個吧 應該是可以回到這個大堂裡面 看到沒有 那沒有人 然後呢,應該是可以升級下我們的士兵 但是這個 還不夠 哦,可以了 我們還要升級下我們的士兵 啊,裝備了一下 你看它的衣服換掉了 有沒有發現 它的衣服換掉了 這邊點一下 這邊再點一下 這邊再點一下 好,三個士兵過去了 好,不夠 我們還是只能控制三個士兵啊 當點多的時候 它就不讓我們造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邊是這個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等級 再接下來是這個等級 哇,後面還有古羅馬士兵 然後後面 哇 後面越來越厲害 然後發展到現代 變成軍隊 看到沒有 噔噔噔噔噔 然後我們 我們好像升級了一個東西 這個能裝備上去嗎 這個,哦 哦,我們又升級了 看到沒有,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的村莊也升級過了 變成像有城堡的樣子 看到沒有 噔噔噔 噔噔噔 這個再點一下 OK,我們不夠了 我們需要去挖這個 這個石頭也更新過了 看到沒有 變成這個 剛剛是黑色的 現在變成咖啡色的了 我們這個村莊逐漸的形成 這是什麼 當成一個國王的標誌 當成是城堡嗎 我們等這兩個人造完 我們等這兩個人造完 哦吼,你看我們的村莊 哇 非常好玩的一塊遊戲 這個能不能點 好像點不了 哦,需要三十五是吧 啊啊啊啊 完了完了 我們現在就瘋狂收集這個礦石 然後三十五 收集三十五之後呢 我們就能造當中這個 當中這個 像應該是一個 黃冠的標誌 欸,這邊三個地方連起來 看到沒有,我們的村莊 哇 嘿嘿 然後我們的士兵 我們的村民就住在這裡面 嗯,二十三還不夠 再去 你來,來,在這邊造一個這個 好,三十五應該夠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造個當中這個東西 去吧 派出我們的小士兵 去打造當中那個東西 OK 我們這邊經驗值 你可以把它看作一個經驗值 這邊 呃,到一百的話 我們又可以提升一下這個東西了 又可以提升一下我們的這個 整體的文明了啊 嗯,再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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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 我們回到大堂裡面 看一下能不能升級成這個啊 看不能能 呃,先首先 是不是能升級成這個 好像不行 那麼這個可以升級嗎 先剩下這個 哦,這個也不行 還需要更多的 更多的 呃,應該是 還要過很多年應該是個意思啊 應該要更過 更過多的歲月 呃,這個就傳送到我們村莊裡是吧 再踩一個礦 我們就說我們需要我們的經驗值再多一點 OK 哇,當中那個大城堡造出來啦 哇哦 amazing 好 哇 哇哦 齁齁 看一下我們今天發展到後面的發展什麼 欸 甚至被卡住了是幾個意思啊 那你再來這邊挖礦 哇,不夠啦 來這裡挖礦 來這裡挖 好 然後這個人還在造嗎 哦,他他他他他他隔著這邊呢 他居然沒有在上面造 他他隔著造的 我們馬上把這房子造一造 我們就可以 咳 就可以去升級下我們的士兵了 然後我們又可以向下一個文明進發了 好,果然了啊 這邊升級下 哦,你看我們這個 是不是 變成了什麼 變成了 啊 房子了 終於有點房子的樣子了 我們剛剛從原始人變成這個房子 變成這個城堡 讓人變成房子 現在變成 是不是 終於有點房子的樣子了啊 啊,好 是不是,那造嗎不夠了 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是能回到這地方 把這個地方給獲得 哎,能獲得這個視頻了 應該是這樣 OK 哇哦 你看我們現在穿上了衣服 哇,現在挖狂挖的好慢 造房子造的也很慢 造房子造的也很慢 我們現在多造點房子吧 等會把三個人 呃,用三個人全部造房子 這個的話 來,你造房子 去造房子吧 去造房子吧 給我們 呃,房子 士兵升級了之後 我們房子也造的越來越快了 一款 總體來說還是一款非常好玩的遊戲 小,我們三個士兵 我把三個人全部 全部 全部を振出去造房子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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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 呃 造完房子之後呢 我們這個礦可能又不夠了 我們現在這個村民有了220個村民 造一個房子 呃 今天的話應該能繼續再造一點的吧 應該還能再升級一下我們的文明啊 啊 一款非常好玩的遊戲啊 好的 呃 啦啦啦啦啦 現在應該是中世紀啊 應該叫做中世紀這邊 來 去這邊造房子 啊 這兩個人快了沒有 快了沒有 好 快了 再到這裡造房子 去那邊造房子吧 等這個房子 等這個人的話 這個造完的話我就要去採礦啦 你看我們的村莊 造的差不多了啊 啊 現在80了 馬上就到200之後呢 我們就又可以去升級下我們的村民 嘿嘿 噔噔噔 給我 抓緊幹 不要偷懶 這邊我們看一下 乘以2的士兵 是可以 乘以2的人多少錢 我們看一下 我點了一個乘以2啊 哇 265 什麼情況咧 再來 這邊造起來 這邊可以再造一個 啊 不夠了 不夠了 哦 我要80是吧 礦不夠了 我們要採礦了 現在 要採礦了 啊 兩邊採礦 這邊夠嗎 這邊也不夠 要80 我們現在只能採礦了 哇 三個人分別去採礦 現在房子造的特別貴啊 現在已經 現在已經造不齊這房子了 我們 我們的原材料不夠了 一開始造一個房子需要多少 需要10還是20吧 現在需要80了 你看我們 應該是造不起了 還是需要 還是需要去採礦了 再去採礦 採完礦的話就能造我們的房子了 啊 這個人還在採礦 這兩個人也在採礦 採礦現在也採得特別慢 採這個原材料 這邊的話 這個人採完應該能剩下我們的記錄 哇 哇 接著去採礦 遠點地方 去那邊採 好的 三個人都忙著是吧 我們現在採一個礦是20 也就是說要採四個礦才能造一個房子 有點慢了啊 我們這遊戲現在有點慢了 隨著這個文明的發展 對吧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畢竟有些慢了 然後 這邊再採一個礦 好 這人在造房子是吧 哇 好慢啊 它在什麼TOWER CITY 什麼塔嗎 哇 啊 房子等級都是不一樣的 來 不夠 啊 人不夠 人不夠 這個多少錢 欸 可以造 這個就可以造 你看有的房子便宜 有的房子貴 現在是等這個等這個房子造完 這個人造房子TOWER CITY造的很慢很慢 這個採礦也很慢 採礦 它在這麼遠的地方採這個礦 我的天啊 你們兩個都給我採 採礦吧 哇 我們的 這是一個 這有點像一個中世紀的 呃 很像 像以前玩過一個遊戲裡面啊 當中是一個噴泉 是吧 哇 噔噔噔噔噔噔 TOWER CITY造的很慢 然後這個人的礦挖完了 你給挖這邊的礦 接著去挖 這個人的採礦也採得很慢 我們還能造什麼東西呢 嗯 這裡有個東西 把這個東西造了 看能不能造這個 這個多少錢 啊 這個能造 這個比較便宜 哇 我們這個TOWER CITY 太慢了吧 什麼時候才能造完啊 不過這個經驗值應該能給我們加的特別的多 來來來 看一下小飛向的 秋吉城堡 快造完了 你終於快造 哇 好大一個 造出了第二個這個 這個要80是吧 不夠了 那你就來 只能去給我採礦 給我採礦 這個給我 這個也給我採礦 哇 兩個人都去採礦了 這個也在採礦是嗎 哦 這個在造 造東西 這個造 快這個快造完了啊 我們再造一個便宜一點的 這個應該能造吧 OK 這個應該造 好的 這個造完的話 我們就能升到 到下一個世紀了哈 到下一個文明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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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诶 what 这个矿和这个草融合在一起了 我们点不到 好我们够了 升级到下一个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终于啊 升级到了下一个房子 你看我们房子变成了黑色 然后呢 我们回到这个大厅里 然后用一下我们 这个士兵 对吧 诶 我们新的士兵就来了啊 现在上上的钱非常多 看一下裁个矿 你也裁个矿 然后你再造个房子 嗯 好的 这边看一个矿值多少钱啊 好嘛 我们造这个 房子 这个矿变成金矿了 可不可以 有点像金矿了啊 哇 这房子造的也是越来越好了啊 好吧 那么时间差不多 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实况呢 就玩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观看 呃 最后不要忘了点订阅 就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